我们今天最后36生肖,猪,按道理,我们看一下这个规律,鼠,牛,这个12生肖,然后下来,再这样波动,又下来,这个波浪是规律的。 那这个狗完了猪,应该在这个位置,猪完了之后,就是老鼠,可见古人呢,这个猪,指的是野猪,也就是智那个字,这个念史,这个是小猪,包括家猪,是被人驯化之后的, 传统意义上的是这种猪,那到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先看一下,这个代表猪,这个36生肖,讲的服务员潦草就过去了,后面呢,紧接下来,大家应该对这些还是比较感兴趣多, 那28生肖,我们会再补充一些动物,再强调一些其他的,关于动物的东西。 那个猪呢,有人说猪狗不如,猪呢,好吃懒做,除了吃就会睡。 对,其实啊,我们这个家庭的家,上面一个宝盖,下面就是猪这个字,没有猪不成家。 很像他的地位是很重的,在古代,而且,这个人和他的习性很多都差不多。 科学也证明了,他的基因的身体的90%的,甚至有的时候比老鼠有的地方还更接近死于人。 所以那个猪呢,不是光是缺点,那你人缺点也过多了。 那相对来讲,他的杂实性跟人也像,而且他是非常厉害的,不要说他蠢,他的智商也很聪明,有的一些猪比狗,最聪明的狗还要聪明。 我已经到了马戏,他已经学一次,狗甚至同一个动作要学十次。 那家猪,就是小猪,又叫豚。 那小猪里面的小猪,就叫豚。 是祭祀用的,因为月子,月亮的月是一个肉子,祭祀的时候用小猪一般。 那这个就比较的温顺一点。 甚至现在都有宠物猪,这种猪的特性对于人。 然后欢,那欢就很厉害了。 你看那个,就是他的不光有秘密武器,放的那个臭气,屁。 他有伤伤力,而且他属于这种幼颗啊,他会吃蛇的,就像猛一样。 还有那种平头鸽,那你可见能敢跟蛇们正面对抗呢,那这种动作并不动。 他是非常厉害,人都怕蛇。 我们也讲了人跟蛇之间的一些缘分之间。 然后呢,也是什么都吃。 他的可能说是好奇心也会稍微强点,也更敢于挑战权威这种人的特性。 那最后野猪呢,他平时呢,还是比较温顺的。 但是受到攻击之后,他可以讲这个也是不依不饶,非常厉害。 那这个青面獠牙,指的这个獠牙,只有猪才是这样,现在。 那当然最早有猛马像,那个我们现在人类都没有看到,那都是化石。 那他连这个急的时候,连这个恶急的时候,连狮子老虎豹,他都敢吃,都敢挑战。 那当然小的是被吃的,大的他就敢这样,真的非常厉害。 不要小看这个这一类的动物。 我们也可以百度百科一下,关于这些动物的, 类似于人的一些特点,类化之后的特性。 因为有些实在一时也难以理解,为什么会这样。